所以说现在俄罗斯呢就是基本的东西是可以挺过去了 但是呢高端的东西现在玩不转了 那至少呢可以说呢俄罗斯挺到这个冬天以后是没问题的 但是欧洲呢几乎可能是挺不住的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房屋面对面 我是罗小飞 最近我看国外有一个讨论 说这个俄乌这个战争有可能打扰长期化的 是旷日持久 从这种大规模的这种交战逐渐变成阵地战 然后游击战 那现在有人在担心到底是谁先撑不住 是俄罗斯的经济问题啊 民生问题啊 他说先出问题 而是欧洲那边是先扛入 所以呢今天请到了这个军事家王一条王老师跟我们聊一下 因为王一条老师对这个经济方面的兴趣是比较浓厚的 关于这个事呢 其实就是长期化这个事 就是首先美国说过 他说乌克兰这个战争呢 肯定有长期化 对 还是要有游击战的一个考虑吗 对 然后是这个泽连斯基也说过 我们要跟俄罗斯要打十年 然后呢 现在呢 就是双方的这个战事呢 确实胶着的很厉害 双方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推进 对啊 十年之后怎么办呢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乌克兰 现在是肯定是国家是越打越虚 这是没办法说 因为战争在自己的国家打嘛 他整个东部这个核心的工业化带肯定都退了 即使是最后这个这一战俄罗斯退了 那么乌克兰也是退化为一个纯粹的一个 对对对对对 这倒是 我前天看一帮那个乌克兰士兵的一个视频 嗯 乌克兰这个士兵在那儿一坐 说那个这个聊 说什么问题 就是无人机这块问题 说我们现在啊 搞无人机很难了 国家没钱 你说现在我们买无人机 现在只能靠一些商人去捐 嗯 国家这边是买 四行车没钱 是买无人机没钱的 现在乌克兰确实是什么情况 因为打仗嘛 没有国民没有生产力了 最近那个乌克兰还说要再征兵一百万 啊去去打仗 等等 他哪来的一百万呢 他的三级动员体制撑到死也就六十万 一级二级加一块四十万 哦 他是把三级 反正能拿枪的全算上了是吧 不是能拿枪的全算上 是把所有士兵的男性全算上 哦 那你就是这么算的话 对 那倒深时一百万 有一百万 对 他深时有 因为他到三级的最后一级动员之后 反正六十岁以下的 都是个以上的 十八岁以上的 那时候六十万的储备 那么加上前面这二级动员 对 下车是一百万 按人口算的话 差不多也就一百万 因为现在乌克兰实控领土内部人口 大概是两千四百万 这个那就是前两级是四十万 后面再加六十万 一共一百万的话 也非常符合俄罗斯这百分之四十 专业人员百分之六十 一股兵的感觉了 就是说刚才也接近了 然后现在就说 如果把这些人全部动员起来的话 那整个乌克兰就是 没有人生产了 就是完全就是废墟了 现在问题是不是乌克兰称不称得住 而是说背后的欧洲 欧洲现在有问题也很大 首先是能源被俄罗斯卡住了 然后今年粮食 粮食也生产问题了 前一段时间 印度刚是禁止小麦出口 现在乌克兰作为东欧的粮仓 大粮仓 今年生产肯定是废了 他还想把一批小麦向外调 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前一段时间 前一段时间 拜登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 现在乌克兰有两千万吨粮食运不出来 我们要帮他运 为什么呢 因为平易世界上粮食问题 乌克兰就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还有这国际义务呢 好吧 所以乌克兰现在国际义务承担的是相当的先锋作用 关键是这两千万吨粮食据说现在已经开始往波兰运了 波兰然后再往欧洲运 你等于说今年至少欧洲这个粮食缺乏问题 可能这两千万吨能 稍微缓解一点 然后现在呢 就是能源问题 粮食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一些基础的一些工业原料 对 包括一些金属 包括一些稀有的矿藏 还有一些稀有的这些什么气体 我看着欧洲很多国家相关的游行示威规模也不能太大吧 但是游行示威的这个数量开始多起来了 要求是停止之类的事情开始多了 当然里边呢 有很多是这个俄裔居民发起的确实是有 但是反过来讲 欧洲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提高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今年三月份 欧盟的统计局自己发布的这个数据 就是它的PPI已经是30%多了 CPI现在已经是7%多还8%多 我忘了 这跟美国追上了吗 已经追上美国了 但是这个因为战争的影响 现在欧洲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资本逃离 就是因为觉得因为挨着乌克兰 现在欧洲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这个资本就往外逃 逃哪去呢 美国 所以现在这个欧洲这个战争啊 最后得意的是美国 而但是呢 欧洲这块呢 一方面高价还要用换卢布 然后再用卢布来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中间是要经过一个银行吗 对 就俄罗斯什么天然气工业银行 然后一方面呢 还要支援乌克兰大量的这个军事装备 还有后勤装备 甚至还有包括很多的什么油料啊 汽车多少能运 那么等于说是这个这场战争 双方都是在用欧洲的钱在打仗 那么等到今年冬天的时候 等到天气暂等的时候 那么欧洲能不能撑得住 现在大家都是有问号的 因为天然气其实不光是取暖 欧洲的很多工业基础原料 都是得靠这个东西 如果欧洲这些东西没有的话 那么欧洲的整个产业完全就是脱石向虚 原来他们那么多煤矿是不是可以重新挖起来了 燃煤这个发电厂是不是可以重新用起来了 是不是核电站这个事情是不是也开始重新要启动了 反正我估计环保少女应该是哭音在厕所了 他其实认为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东西可以再用起来 可以把这个飞机挺过去 但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是 欧洲的碳排放交易还要不要 欧洲现在最大的一个领先世界的东西 就碳排放交易体系 这个东西是领先于美国和中国的 去年的气候变化大会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欧洲的碳排放交易 一直把自己是挂在人类的绿色和平的前面的 大家都用我的碳排放交易 欧洲甚至可以收一些助币税 欧洲下一步甚至打算把碳排放交易 作为欧元的基础 就跟石油美元一样 反正是欧洲很多宏观的大方向 大目标是实现不了的 但是俄罗斯它是挣了一些钱 但是俄罗斯有一个问题 它如果挣了这些钱 它买不到它所需要的一些东西 这钱挣了以后意义有多大呢 其实这次战争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重新再考虑经济到底是什么 尤其是在战争条件下 俄罗斯目前来看的话 基础的东西是不缺的 能源 粮食 甚至包括虽然高精尖的这些零部件是被禁运了 但是你的那个传统的这个军火工业流下来的东西 你的招样都打 炮弹广告 坦克广告 坦克广告的话 这恐怕火控什么事都得降量使用 就是它现在我看到它这个俄罗斯的坦克 如果你按照过去的方法去伸展 也许还可以 但是现在如果硬造的话 通信啊信息化恐怕都不太跟得上 跟不上 因为现在俄罗斯最新的坦克 那个热箱已经用的是法国的 对 而现在呢 中国呢其实是在这中间是中立立场的 在武器交易方面 中国跟俄罗斯之间也是保持很大的谨慎态度的 这个我看了一下国家出口相关的管制 就是说你比如说像无人机 但凡大点的无机 无人机现在都不让出口 我不管你卖给谁 分都不让出口 25公斤以上的不让出口 所以说现在俄罗斯呢 就是基本的东西是可以挺过去的 但是呢高端的东西现在玩不转了 那至少呢可以说呢俄罗斯挺到这个冬天以后是没问题的 但是欧洲呢 几乎可能是挺不住的 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态势 所以呢 虽然现在刚刚到了五月 可能对欧洲来讲有个词 他们应该是提前预警 就是领冬将至 至于说怎么纠结兵力 怎么能够获取支援 有没有龙妈的后面撑 欧洲国家自己考虑 好 跟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话题 我们以后一起讨论